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夜轮访华的行程算是成功吗 他在这个总结这个行程提到说 中美取得了进展可以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 因为美国跟中国已经取得了双方建立这种健康关系的这样的一个 算是共事吗 不知道 这是他的单方面的讲法 他说与中方高级官员进行了十个小时的双边会谈 那是直接而且富有成效的有助于稳定双边的关系 大陆的财政部的副部长提到了这个夜轮访华期间 中美的经贸团队举行了长时间的坦诚会谈 那他也说这个夜轮认为 这个中美之间的挑战不会在一夕之间解决 世界够大可以让两国共同繁荣 人家觉得说这段话好熟悉 是不是有一点呼应习近平的说法 因为习近平之前有讲说地球足够大 可以容得下中美各自跟共同的发展 所以现在开始这算是释放善意吗 开始跟着中国大陆的一个步调吗 不得而知 那还有待观察 那外媒的看法我们来看看 这CNBC讲说关键就是保持对话 那中国大陆的学者透过纽石又提到 除非华府改变对于中国的政策 否则这一次的中国之行 不会令两国的关系可以持续的改善 那另外还有很多的分析提到了 现在中美因为已经走到这种长期打打台 谈谈的常态 所以这个对抗就是长期的 想要扭转这样的一个常态 恐怕不是那么的容易 那访华真的能够救美国的经济吗 叶伦很坦白的讲说 这个美国现在经济的衰退风险还没有排除 因为对于美国来讲 通膨还是太高了 而且这个现在经济成长 转成中庸是适当 而且是正常的一现象 美国6月份的CPI 预料将会降到3% 那FED也会持续的紧缩下去 有报道指出 现在美国6月份的CPI 现在已经创下了两年来的低点 那叶伦会不会持续推销美债 有很多的网民说 看起来应该是不会空手而回 因为死刑是接力布林肯之后的国债问题 可能是有求于中国大陆 所以潘公盛有望 接下来会接涨人行 所以使得中国大陆的网友担心 可能又会让美国欲取欲求 从这个见面的规格来看 感觉上面叶伦应该是不至于空手而回 那目前中国大陆持有美国的债务 美债大概是8700亿美元 是全球的第二大债全国 第一大是日本 所以接下来这个 有没有可能会持续买 就给叶伦一些面子呢 很多人就讲说叶伦这一回的小剧场 感觉上面就是美债滞销 帮帮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环球时报社论有提到 这个叶伦之行 可能也预示着 中美两国未来还会有更多良性的互动 但是现在目前中美关系最大的病根 就在于美方 美方是什么样的病呢 就是对于中国的认知 已经是生病了 总是有一些脑补的这种剧场出现 那你看这一次叶伦 真的已经算是 又是鞠躬 又是座医 这样子不断的 好像释放善意出来 还呼应了习近平的说法 可是你看看他的老板 拜登 拜登感觉上面好像还爽爽的在度假 对于白宫古柯姐的丑闻 感觉上面好像拜登也没有相对应的回应 反倒是去到了海滩度假 还被人家拍到说 有点步履满山的拖着沙滩以前行 还这样露个上半身在那边做日光浴 感觉挺悠哉的 没有看到这个燕伦奶奶 这么辛苦的去到中国大陆持续的在促销 那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共和党现在说 这个司法部是不是政治干预啊 阻碍这个航特的案件的调查 那这个事情就大家觉得 好像拜登都不以为意 那另外拜登也在推特上面提到 美国的制造业现在卷土重来 对于汽车市场表达这个未来的雄心 不再像过去的十来年那样 以这个便宜的劳动力成本出口的这些就业机会 而是要为美国创造就业 而且出口美国的产品 这个拜登经济学 这个提倡之下 美国的制造是正在发生当中的事情 可是马上PMI的这个数据看起来 制造业的这个指数已经八个月的萎缩 而且甚至是一个长期低迷的状态 人家讲说拜登好像这个信心不知从何而来 所以才可以这么悠哉的还去度假去 我相信叶伦这次到中国大陆的访问 他的用的词汇 他的语气 他的态度 相对于布林肯来讲 他一定是比较温和 他的挑衅的语言 的词汇用的会很少 而且他在沟通的过程中 剑拔弩张的这种氛围是比较少的 那么和平的理性的来交换意见 但是双方都没有把立场往后退一步 这种现象我觉得是存在的 那我们也注意到今天中国大陆的财政部的记者会 也已经完整的把中方的立场讲得很明白了 那中方的立场其实在我刚看到他们的文稿中 央视的一个报道 就是中国大陆这边要求美国用实际的行动 回应中国的关切 那也就是说你讲了我们都听了 我讲了你也听到了 那双方都已经听得清清楚楚对方讲的话 那中国大陆现在他要看的是你做了什么 你怎么做 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不会先做 中国大陆是会被动做 那而且在记者会中 我觉得大陆的财政部讲得很明白 近几年来 美国对于中国所做的一系列的不公平的制裁 打压还有所有的这些举措 基本上来讲 我把它归租为到2018年之后 也就是从川普开始实施贸易战以来 一直到现在 拜登所有的这些政策 美国都必须要回应 而且不是语言中的回应 是要在实际行动上的回应 那也就是说你的关税如果不降回来 然后你的对于一千多家的这些企业跟个人的制裁 不解除 包括对华为 你的这些对于中国的投资者到美国去投资的这些不公平的这种待遇 如果都不解除的话 那中方不会多做一步路 我觉得目前的情况就是看着你美国怎么做 也就是你话都讲完了 你吵架的话 难听的话 好听的话 你都说了 然后我现在要看的是你怎么做 你没有做 你别想我做 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的网民也已经在定的中国大陆的政府 就是说如果你做了而美国没做 那我相信目前的执政团队会承受到老百姓巨大的压力 所以我个人的推断是如果拜登不做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有一直在强调这件事 就是叶伦在关税方面 他是重要的咨询决策者之一 那雷蒙多也是 戴琪也是 可是到最后的决定者要拜登 可是拜登如果犹豫不决 拜登如果不做这个决定 那这个情况将去 还会聚集将下去 那就眼看着 看拜登怎么做决定了 不过这个拜登 还在肚子 人家正在晒太阳 还在晒太阳 那就继续晒 另外引起大家渲染大破 就是现在美国打算要提供乌克兰急速弹 现在包含了英国 加拿大 然后西班牙 意大利 纽西兰 这些盟邦都齐声反对 那拜登是说这是很艰难的决定 他讲的理由让大家觉得听不懂 什么叫做乌克兰的弹药快用完了 所以就要提供人家这样子 违反国际规定的这样的一个 急速弹的弹药 那我们看苏纳克也讲说 英国是签署了急速弹药的公约 这是123个国家之一 所以他不鼓励使用这样子的武器 加拿大同样也是反对的立场 所以你看意大利也好 所有的盟国通通都是提出反对的意见 因为的确是违反人道 那我们看乌克兰的防长跳出来讲说 我们不会对于俄罗斯的领土 使用这样的急速弹 那可是如果说在乌克兰的领土上面使用 那当然对于乌克兰自己本身 居民也好 或是对于俄罗斯的这些军人也好 同样也是不人道的状况 我们看赵哈罗瓦讲 美国应该对于这个急速弹药 可能对于平民造成的死伤负责 每次都是乌克兰获得更致命的武器 都是平民 乌克兰的平民才是这个遭受最大的打击 那另外美国的副防长 讲得又更冠冕堂皇 他说相较这个平民伤亡 让俄罗斯赢才是更糟糕的 也就是说为了要打击俄罗斯 你要反过来看 为了打击俄罗斯 美国不惜让平民都有伤亡吗 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做法 但是他讲得好像理所当然 我们看看 这为什么急速弹会被大家这样子 大骂说这样狡猫 他们讲说因为这就是平民杀手 全球有123个国家禁用 因为这个炸弹会释放出很多小的炸弹 无差别的杀伤这个平民 这个杀伤范围非常的广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 美国投下急速弹 含4000枚的小炸弹 所以炸死了上千万的伊拉克人 也包含了平民 那不只是这个急速弹引起争议 其实现在北约内部的意见 也相当的分歧 到底要不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说法非常的不同 你看看像波兰跟土耳其是 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 可是你看德国就是阻止 乌克兰加入北约 还不止这件事情意见不一 现在这北约好像要东扩 要变成印太北约 亚太北约 包含了纽 澳 韩 日 这四个国家也都参加了北约峰会 已经连续两年 所以人家讲说 很多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就讲说 这会不会挑起跟中国之间 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个紧张 所以也觉得这样子不太妥当 但是是不是骨子里 其实这个也是他们这一回 北约峰会的一大重点 就是印太北约也正在巧巧成形当中 极树弹就是一种织母弹 就是把几百枚甚至上千枚的炸弹 把它装在一个大炸弹里面 它到战场要投资的上空 它会炸开爆开 然后让这些炸弹整个撒开 所以它一枚炸弹可以炸一个竹桥挡 甚至到两三个竹桥挡这么大 因为它是大小壳这样子整个撒开 那由于它的数量太多 所以当它掉下去的时候 如果土地比较软 它的撞针没有被触及到 那它很有可能就埋在土里面 它就构成了亚弹 那美国它现在可能要动用是它的库存 那美国的这个沙利文说 哎呀大概就有2% 2%到3%点多会是亚弹 可是联合国或者是这些反这个 集数弹的组织里面 他们认为应该是从5%到40%的range 就是他们过去的统计资料 那至少他们估计10%到20%的可能性是很高 那这样的话你想想看 有煤煤炸弹下去 就有数十煤的这些是亚弹 而它撒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战争会结束的 那居民会回来工作的 会生活的 它会开垦农田 它可能会建房子 它可能会开车会走路 小朋友可能会在这个田里面玩 或者是在院子里面玩 都有可能去碰触到这个亚弹 那亚弹它随时可能一旦碰触以后 它的撞针启动了 它就爆了 所以它几十年可能就不容易解决掉 这就是发生在柬埔寨 发生在老挝的这个现象 那所以联合国才会说不能够再用这个蛋了 因为这个蛋实在是太残忍了 而且它杀伤的比较多的是平民百姓跟孩童 孩童的死亡率还高于成年人 因此 泽连斯基 因为拜登说是他要求的 那泽连斯基向拜登要求 拜登说我给你 用这个急速弹 我们已经在昨天跟各位详细介绍 这个急速弹它本身制造出来的亚弹 美国人说是1.5%到2点多 可是一般的统计是5%到40% 而最可能性是10%到30%的几率是很高 所以它打完一枚的时候 那么留下几十枚那些亚弹 等到战争结束以后 平民百姓孩子经过这个地方 不管是院子或是耕田 或者是走路撞到 然后一条生命就没有了 这个是很残忍的事情 我个人是认为说 有几个国家我们要关切的 一个是日本 日本它也是反对急速弹的 它也有加入这个公约 而它却认同美国提供乌克兰 急速弹去使用 我认为日本的这个做法很恶心 欧洲北约的所有的国家 几乎都是加入这个公约的 反对急速弹 那他们现在口头上表示反对 可是他们都是北约的成员国 他们当然有能力也有义务 更有责任要阻止美国 把这个急速弹移交给乌克兰来使用 而且他们一定要谴责要求责任司机 你怎么可以开口跟美国人要急速弹 我觉得这个都是北约的成员国可以做的事 所以北约的成员国嘴巴讲反对 但到最后又同意 又是让他们这样做的话 我称之为虚伪 他们没有采取动作去阻止的话 这些国家都是虚伪 另外有两个国家不要再被忽悠了 一个是乌克兰的泽连斯基 你够了 你不要再被忽悠了 不要再被呼弄了 为什么 拜登说战争结束以后 才考虑让你加入北约 那战争如何结束 就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俄罗斯彻底被打败 把部队搬私回朝 有可能吗 以目前的俄国来说的话 打个五年六年搞不好 他给你耗下去 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要不就是认为 好不打了 签和平协议 我把乌冬的土地割给你 不要了 那这样的话有可能吗 你也做不到 你自己说绝对做不到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加入北约 都不可能是嘛 所以他们都在呼弄你 你还甘愿被呼弄 我觉得那是自己耍笨 另外爱尔多安 也不要被忽悠了 土耳其申请要加入欧盟几十年了 本来欧盟六国 然后欧盟十二国 欧盟十八国 到欧盟二十八国 一堆一堆一直加进来的时候 就是没有你土耳其的份 原因很简单嘛 你是穆斯林嘛 而且德国有几百万 五六百万穆斯林 法国有六百九十万穆斯林 英国有将近五百多万 应该也可能超过五百多万 穆斯林 这个 我们看到几千万的穆斯林在欧洲 那土耳其如果加上欧盟的话 那请问一下 土耳其的欧洲议员会有多少 他可以控制欧洲议会 所以我觉得整个欧洲来说的话 他们怎么可能 这些基督教的国家 怎么会让你一个穆斯林的妥协 进入欧盟 然后你的欧洲议会掌控 绝大多数的影响力 你来决定欧洲的未来 想就别想 他们在忽悠你 你永远加不了欧盟的 我们来看看现在中美的关系 在这个叶伦访华之后 他提到现在这个中美 期望稳定经贸关系 所以他说这个访华情城 具有建设性 两国也希望坦率 而且尊重稳定彼此的经济关系 那华府不像是这个北京那样子 就是与中国的经济脱钩 在今年中美之间 将会有这个七千亿元的这个贸易 所以这个他说他不像这个北京 这样子担心 那可是我们来看看 白宫这边提到了 拜登指出叶伦的访华交流 具有重要的实质性 也明确的传达出美方的意图 这个期间进行非常重要实质的接触 那各国的媒体也看到 这个叶伦的访华 也有一些相关的评论 比方说俄罗斯的专家讲到 这个美国对于中国的施压 仍然是政治上的 但是经济上看起来是可以妥协的 因为这一次的叶伦访华 经济上可以沟通 可能政治上面还是继续处于一个 比较敌对紧绷的一个状态 那再来叶伦三次的鞠躬 倒是让美国人也是讨论度非常的高 他就说这样子感觉好像对中国人 这个背躬屈膝 那我们看看环石的讲法 对于很多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女性的经济学家 跟叶伦的见面 在中国大陆这边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比方说环石讲说 这个叶伦访问的基调是务实跟理性 那预期产生结果像是这个风中的残烛 感觉上面不太会有具体的成果 那纽约时报讲说 这看起来他好像被校长叫到了办公室 这个拜登政府一次又一次的 让自己难堪跟示弱 而大陆的网友是觉得说 你们这些这个女经济学家 怎么会变成去跟美国的官方 这样感觉好像这个这样见面 好像是一个反贼 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那再来看看这个习近平现在目前定调的全球的发展 他向这个全球共用发展的行动论坛 这个首届高级别的会议来致贺信 那他提到了说这个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助力 这其实是这个对于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永恒的主题 要建设美好的世界这是一个重要的路径 所以他说这个联合国2030应该要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议程 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提到了 说这个2023的世界投资报告 这个中国将会以自身发展继续为全球来提供更多的机遇 2022年中国大陆吸引到外国直接的投资额也增加了5% 创下了1890亿元 所以毛宁也说这个今年以来 其实很多跨国的高层都有先情访华潮 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非常多 就是来自世界各国 德国也好 欧洲或者是南美洲 甚至是这个东南亚 甚至还包含了这个美国自己本身非常多的企业 都很着急的要去到中国大陆的市场 要去深耕要去投资 王毅提到这个现在全球发展的倡议 他说其实不是中国大陆这单方面的独奏 而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来之后 现在是各方面大家世界各国都一起合奏的交响乐 他说他现在目前在这个论坛上面 也会会见潘基文先生 他是联合国的前秘书长 也是博敖亚洲论坛的理事长 那中韩的关系也会继续的向前走 而不是停滞不前 因为现在大家在讲说 好像是不是中方又对于韩国有一些禁韩令 他说现在目前这个状况是没有变化 但是也不会再倒退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太平洋联盟 习近平也会见了这个所罗门的总理 说彼此是可以依靠的好兄弟 李强提到了这个才是顺应潮流 什么是顺应潮流 建交才是顺应潮流的选择 那当然这个总理的访华对于美方来说 当然是不乐见 所以他就说 他不希望在中美之间来选边站 要保持在这个大国竞争当中的一个中立的一个态势 那可是他也是顶住了非常多 美国跟西方的压力 但是他还是坚持要跟中方 维持这样的一个好的关系 而不是说要被迫跟美国选边站 要站在一块来对抗中国 已经快五年了 发起来的这个经济战 是一波比一波更强 双方打得非常的激烈 双方打得很激烈的时候 美国多次的释放出 他想到中国大陆来沟通 那这次大陆也同意了 所以叶伦能够成行是双方 也就是双方都同意的一个事情 在这次的会谈中 其实没有任何进展 但是他制造了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要看之后 美国政府怎么做 而不是看中国大陆怎么做 因为大陆不会先做 大陆一定会等你美国做了 大陆才会做 为什么 也就是说在这一次 的会谈中 美国把他关切的事 很忠实的 很完整的传达给中国大陆 大陆听到了 所以拜登对于叶伦的 这个任务 搭标是很满意的 中国也同样的 把他关切的事情 很完整的 很深入的 传达了给美国 其实叶伦也听到了 那我们也注意到 大陆的财政部 昨天发表了四点声明 就四点态度 里面第二点就是 从18年以来 这几年以来 美国所一次又一次的 一系列的这些打压 制裁 限制所有的包括关税等 这些所有的动作 那你必须要改善 要改变 我觉得大陆的这个讯号很明白 也就是你如果取消了 或是你取消A 那我可能就回应A 你取消B 我可能就回应B 那这样的话就双方就开始 逐步的在缓解了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会谈 就创造了制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缓解了机会 但是如果美国什么都没做 时间一错过 那这次会谈就 约会云散了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会谈 但是如果美国认为说 我月轮来之前 我就宣布了 我对你大陆的制裁 在月底 七月底更严重 更严格 例如说云端都不让你使用 他认为 这个就是对你一个好处 所以我企业只要不实施 你就应该给我回报 如果美国人玩这一手 那是笨 因为对大陆来说 你就是单边制裁 所以你以制裁的要取消 而不是你未来还没制裁的 你一直加码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就是要看美国怎么做 你不动 中国也不会动 我的估计大概是这样 我们看到泽伦斯基 他不断地在说呼喊 说我要入盟 他说乌克兰将让北约更强大 可是在北约峰会上 大家排排站 看起来大家还是不同意 我们看看泽伦斯基说 很荒谬 如果北约不在峰会上 提乌克兰入盟的时间表 你连时间表都不订出来 这个实在太荒谬了 泽伦斯基进一步说 你不设定邀请我们加入北约 或者是入盟的时间表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荒谬 可是没有人理他呀 西方就说没关系啦 摸摸他的头说没关系 你不能进来 OK的 我承诺长期安全的保障 这是G7 G7说他们要发表一项宣言 说明将如何协助乌克兰 击败俄罗斯 并且阻止未来几年的任何新侵略 这样的保证 这样的所谓的计划 有任何意义吗 当然没有意义 但是北约到目前为止 他们也不可能接受 现在的乌克兰家族北约 因为北约公约的第五条 就是盟国有任何一个国家 受到他国的战争 其他的盟友都有义务 有责任要去协助 所以如果现在的乌克兰 家族北约的话 那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整个北约 要跟俄罗斯直接交战 我们已经多次的说 俄罗斯现有的常规的军力 不足以跟北约的整个国家 整个集团的常规的军力来交战 俄国弱多了 所以俄国赢不了整个北约的 整个常规的军力 所以我们一般判断 就是俄国相当有可能在第一时间 它就使用的是核武器 来攻打交战的北约的国家 北约的国家也都知道 俄国应该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战略 所以没有一个北约国家 会在这个时候接纳乌克兰进入北约 所以乌克兰进入北约的可能性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即使泽连斯基苦苦的要求 即使泽连斯基说给我一点希望 但是北约为了自己 免于受到核战争的威胁 所以他们不可能答应 满足泽连斯基的希望 所以这场战争在乌克兰还要继续打下去 因为拜登已经讲了条件 他说什么时候乌克兰停止战争了 结束战争了 什么时候乌克兰才有可能开始被讨论 加入北约 乌克兰要结束战争就有两种状况 一种就彻底打败俄罗斯 但是这个很困难 第二个就是承认 现在的被俄国占领的土地 那么永久属于俄国 跟俄国签了一个和平协议 这样的情况 泽连斯基就势必成为叛国者要下台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另外北约一直扩张到亚洲的问题 这个知识体大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北约的秘书长是一个反中 已经到有点病态的一个秘书长 这位秘书长被澳洲的前总理基廷 骂了一塌糊涂 骂说他是极端愚蠢的人 要把欧洲的战争带到亚洲来 他是强烈反对北约进入亚洲 为什么 因为北约如果进入亚洲 北约已经从过去的自我防卫性的组织 已经变成一个侵略性的组织 如果他进入亚洲的时候 就会把战争带到亚洲来 带到亚洲来 亚洲将不再向现在的平静 亚洲将会被卷入一个战火 我们看到在利比亚 北约就是因为支持利比亚的另外一个派系 介入他们的内战 把格达费杀了 所以我们看到 北约已经变成一个侵略性的组织 他如果进入亚洲来 请问东盟绝对会反对的 因为他如果介入了泰国的内战 介入了缅甸的内战 那未来的战争会是怎么样 另外是不是要派出一些对中国 对亚太有影响 或是有某种程度了解的人来对抗呢 据说他也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香港 香港已经实施国安法三年了 美国今天我们看到他宣布 他要延长对港紧急状态一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去他对香港的一些特殊以及优惠的待遇 他就继续取消 继续不实施 原因是他认为香港的国安法实施之后 对于人权有一些打压 好现在问题来了 包括现任的香港 香港的特首叫做李家超 过去他是香港的保安局局长 在国安法实施的时候呢 他就被美国给制裁了 理由就是一样 你打压人权 所以现在李家超会不会参加 今年年底在这个美国的APEC 就变成了美国国内两党议员抨击批评的对象 因为一开始美国的副国务卿雪曼是说 有我们有邀请李家超来美国参加APEC 可是他在这个美国制裁的名单上面嘛 所以国务院在6月的时候就改口说 还没有决定 还没有决定 现在还pending 还在想 还在这个考虑当中 那另外我们看到 叶伦仿中落幕之后 美国跟中国不断对话 是不是就是为了APEC的拜习会呢 会不会这个出席 这个习近平这是第一题 他会不会出席 以及两边到底会不会对话 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可是外界已经在敲碗 已经在期待了 来我们先问赖老师 赖老师怎么看呢 中美的关系 由于他们的整个经济战 全世界将近40% 所以中美的关系 不只是两国的关系 而是全球的关系 大家都有关注 如果我们从过去的历史来看 在冷战期间 由于美国要利用中国 来遏制俄国 前苏联的一个发展 就是所谓的联中制恶 联中制书 所以美国就大幅度的改善 中国的关系 那中国也接受 所以那时候是一段的密业期 可是冷战结束之后 这30年来 也就是从1990一直到现在 这30年来 中国失去了利用价值 美国人也就不再利用 中国大陆了 不再利用之后 中美的关系马上就进入了 斗而不破 就不停地斗 那包括炸南斯拉夫的大使馆 包括军机的插状 炸南斯大使馆是在科伦顿 军机插状是在小布希 然后到欧巴马上来了以后 又搞这个所谓的 重犯亚太 亚太在平衡 一直到这个川普上来搞贸易战 就无止境地一直在斗 那目前来讲 在过去一段时间是斗而不破 可是现在斗到即将要破了 斗到即将要破的情形下 中方看起来的态度就是 该破就破了 所以中方在准备破的这一手 可是对美方来讲的话 他不想破 因为美方已经开始发现 他没有准备好 斗到破了以后 美方该怎么办 因此美国想要刹车了 但是要刹车 并不是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 只是要刹车而已 所以目前所有的做法 都是在刹车 但是中美的关系不会改善 还是会继续斗下去 那目前中方也欢迎美国刹车 但是如果美国不刹车 中方也接受 也就是说大陆都已经准备好 就是该斗就斗了 该破就破 该打就打 那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你会看到当加根者的关键金属 提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中国又释放出 它对于整个全国的铝矿 还有稀有元素的一个调查 跟全球的这些矿产 跟稀有元素的调查 都已经完成了 那这样的一个讯号 就是告诉大家说 必要的时候 接着那就是关键的元素 要出来了 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讲 它的电动车还要不要发展 清建能源要不要发展 因为它都已经牵涉到太阳能板 牵涉到电动车的电池 因为它绝大部分都掌控在中国手中 那要玉石俱魂也可以啊 反正就是电动车中国可以发展 而你美国就发展不下去 欧洲的国家也就发展不下去 这个也就是准备要打 那现在看起来是美国在刹车了 可是我不认为中美的关系会改善 还是会继续斗下去 只是说会不会回到斗而不破这个现象 另外索罗蒙在今年的时候的 二月跟三月最激烈的共防战 二月的时候美国在索罗蒙设立大使馆 二月一号接着你就看到美国把日本也拉进来了 林芳正赶到索罗蒙去 那么说岸田文雄带来口讯 而且日本也愿意协助给索罗蒙更多的钱 接着中国的一位副署长也就到了 然后接着坎贝尔他们也就再来 那经过一连串的这种密集的外交的攻占之后 索罗蒙的总理在这一次决定 他到中国大陆去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这代表什么 代表索罗蒙选边了 也就选了跟中国的关系 所以警务协定就签订了 签订了以后美国跟澳大利亚述手无策 目前来讲在这个攻防战中 中国大陆夺下一层 站稳的在南太岛国的这个根基 东协外长会当中 最很多人注目的是什么 是这场会议 这两个人一个月里头见两次面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本来呢 他对的应该是中国的外长秦刚 但秦刚到目前为止两个礼拜了 好像还不看到人在哪里 还好吗 但是呢 带他参加的王毅这一回呢 则是应约跟布林肯来见面 看看这个画面 两个人呢 一见到面之后 直接握手 然后布林肯呢 就跟王毅说了一句 主任很高兴见到你 给大家拍照 拍完照之后 就进去房间里面讲话了 没有给大家继续拍下去的空间 那这一场的会晤呢 大家就要问 一个月里头见两次 到底是要说些什么 是不是在为拜席会扑入 毕竟呢 到目前为止 很多人都说了 11月在美国他们要主办的Airpac 那有没有可能就在那个地方 会有再一次的拜席会呢 资深官员则直接说了 其实呢 他们认为 这一些的高官互访 就是在美中双方的外交节奏上 慢慢的回到场轨上头 两个人的谈话呢 是谈率有建设性的 那当然呢 就是在维持沟通 所谓的管控分歧 但你要说真的有什么样的共识 好到目前为止呢 好像也还没看到 可是有讲话 就是好事情 王毅则是很直接的告诉布林肯 现在该做的三件事情 一个阻止灰犀牛 一个处理黑天鹅 一个扳掉拦路虎 简单的说啦 就是呢 你要把看得到有可能发生的 给它阻止下来 然后觉得发生几率不高 可是发生之后会很严重的 把它处理掉 重点是现在已经拦在那里 杠在那边的 赶紧把路障给清一清吧 这一些呢就包括了取消制裁 不要再打压 还有呢布林肯则是希望赶紧恢复双方的军方沟通管道吧 毕竟我们也看到了军方呢 一直找不到中国的军方来跟他们对话 只好转一个项去找他们的驻美大使 好找谢峰来说说话 这场会面呢持续了有90分钟 不寻常 原因是因为国防有国防的人啊 外交有外交的人啊 这两边来互通有无真的很少见 那路透社讲法呢 就是他们要的是一系列的国际还有地区安全问题 都在这一次来做交流 重点是希望能够恢复双方的军方沟通倡道 那至少啦 在这一次中方还是应约了 两边还是坐下来谈了 只是实际真的要谈 依旧有时间 美中对话到底有没有谱呢 现在美国的学者都在说 中方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 你要嘛就是取消对于李尚福的制裁 不然的话不太可能会有所谓的国防部长级会议 而另一位这新加坡来的专家则直接说了 马凯说他讲啊 说最明智的做法 其实啦就是直接跟中方合作啦 不要试图去阻止他的发展 把他变成头号强国 哎要阻止他这些都是不太合一的 因为两相合作才是win-win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你会问啊 所以一直以来高官互访 那看到的美方要的好像没有 可是呢美方现在持续的有人要到中国 下一个呢可能就是Carrie下个星期要到 再来雷蒙多也一直在旁边等着呢 传说呢他也即将要访大陆了 但这到底是什么时候 中国的商务部这边讲说 他们持开放跟欢迎的态度还在沟透 同一时间他也告诉你咯 是不是把我们对陆器的打压啊 单边的制裁这一些都能够取消呢 大家才可以回到正轨上好好的谈谈 但你这么巧就在这个时间点上 雷蒙多说 我的邮箱被入侵了 而且传出有可能就是被中国入侵 好所以呢在布林肯跟王毅见面的时候呢 他们还特别聊了一下中国骇客的问题 当然啦中方这边的讲法就是说 这一些都是美国你们在直指这个栽将中方的 好可是不管怎么说 中国跟美国你要完全的卡掉 完全的没有共通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 美方现在也很明确的说没有要脱钩 民间的交流更加频繁 像是呢 马斯克就高调成立了XAI 那同时呢 他还讲了说呢 华裔人才会是未来他希望能够吸收的一个 高强度的人才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有点清华 听听他的原话 好现在呢 他说他在科技上面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希望能够解答宇宙的本质 要要求中方的这一些高阶的人才 优秀人才来加入 对此呢汪文斌他们的回应是说 不太清楚 但基本上啦只要是往善的方向走 我们通通都赞成 中美之间的问题 短时间都不会解决了 这个基本的道理很简单 就是中美的分析非常的严重 但是误解都没有 因为美国也清楚的知道中国要干嘛 中国也更清楚的知道美国人要干嘛 美国当然就是因为害怕中国超过他 所以但是美国人做不到强大自己 然后健全自己来超过美国 所以美国来超过中国 所以美国采用的策略 就是扯中国后腿 可是中国怎么可能让你扯我后腿 你要扯我后腿 那中国不会接受的 那是彼此对抗嘛 那因此对抗就是一个必然的分歧 就是要走的路 除非美国他停止去扯中国的后腿 也就是美国说我强大自己 我不扯你后腿 那不然的话这个情况会继续下去 那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绝对不肯让美国人去戴他的帽子 所以也避免让美国人在欧美的社会说 哎呀中国人不沟通 因为欧洲人他们最在乎的就是沟通 即使双方敌对吵架还是要沟通 那对于中国人来讲的话 你别想给我戴这个帽子说我不沟通 所以你要谈我就跟你谈 但是中国是被动的 所以你要谈 所以都是应约 是你要谈的 不是我要谈 那你要谈我就跟你谈的情形下 但是你要我让步 别想 因为你也不可能让步嘛 你也不可能让步 我也不可能让步 所以你讲到死也是这样 我讲到死也是这样 但是我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 你就是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你看每一次的会谈中 都要你去反思 反思其实就是你要去反省 少说话 口水少喷 事情多做一点 这些你看所有的讲话 几乎都是朝这个方向走 就是口水少喷 多做一点事 然后管控两边的分析 做好事 这个是一个一直在往这方面推 气候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如此 因为中国不可能说 我不关心这个整个地球的死活 所以气候要谈可以谈 但是你美国发达的国家 因为你们污染这个世界 是最严重的 你们造成整个世界的暖化 最严重的 所以你们要多负点责任 我想这个就是谈判的 一个方向跟结果 那就有人问他了 那所以俄乌战之后 多久可以让乌克兰加路北约 他有给答案 听听他怎么说 好其实呢 他就讲了这个一个小时20分钟 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不太懂 我们请亮哥来帮我们解答 其实呢 现在北约峰会讲了 说好像呢 其实是已经有告诉乌克兰这一边 到底怎么样可以有一个这个停战条件呢 像美国呢 说不把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与否说的太清楚 就是要作为未来换取俄罗斯停火的条件之一 好看起来心里头有盘算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脑袋清楚 原因是因为拜登又口误了 好来看到的是 他其实当时呢正在讲话 讲话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看到旁边的这个 加拿大的总理呢 突然转过来 原因就是因为吓到了 他竟然把这个拜登把普丁 还有把这个泽伦斯基利养 个人的名字呢 据说都是同样的字 可是问题是因为 地方原字的翻译不同 所以呢有不同的说法 把他们给搞混 把他叫错了 其实现在呢 基本上就普丁来说 这个拜登的想法是说 他应该就算是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还说乌克兰最终呢 会加入北约 他现在已经转到了 芬兰参加的是北约峰会 在这场峰会上头呢 他有特别的提到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现在要让乌克兰进到北约 不可能的 因为会让整个联盟 拖入战争 好但是呢 他也特别的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他认为普京已经输掉战争了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德国议员呢 这一位叫做赛维姆就跳出来 说北约有三大谎言 包括什么 包括基本上呢 他们很常挑起战争 以及呢 他们是防御性的组织这件事情 他们并不这么认为 还有就是所谓的捍卫人权 在里面 却是常常看到 跟人权有关违反的议题 基本上北约现在呢 内部这一些国家里头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就连乌克兰加入这件事情 也是一样 因为只有23个国家呢 是同意的 换句话说 还是有好几个国家 他们有意见 而这件事情 也有人有意见 这个领头羊是马克宏 他反对的就是 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 因为他说了 这根本就不在北大西洋啊 所以不合理 也有学者跳出来讲了 说过往呢 在欧陆持续扩张这件事情 就已经破坏了和平稳定 也就是我们讲的北约东扩 那现在这个问题 要不要再带到亚太呢 同时呢 这个中方做欧盟使团的发言人 则直接讲了 所谓的东进亚太 他们绝对会坚决的危急 因为什么 因为当然啦 就会影响到中方 他们整个地区上面的一个 和平稳定 然后冰岛这里的外长 则直接坦言 说这个去风险化 这个意思 他真的不太清楚 什么叫做去风险化 来听听他的原话 好 到底什么叫做 他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字 他代表着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到底要如何来解析他 现在呢 基本上在北欧这边的国家呢 他们的想法就是 他们希望也能够来讨论一下区域安全 这里头就是北极这里的势力了 好拜登这一回呢 来到了北欧这边 跟他们一起参加领袖会议 北欧峰会就是要抵抗所谓的中俄在北极地区的扩张 当然了中国威胁论再次的被拿出来说 那你会问乌克兰呢 乌克兰现在他们在整场的北约峰会 没有办法拿到他们的想要的加入联盟的这一场的门票之后 他们要怎么样来做 现在呢 他们有说收到了美国再给他们的集数弹 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的争议嘛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使用 美国也有记者在讲啦 说基本上即便收到了整个冲突的进程 也不会因为这样有任何的改变 那重点就是 如果说呢这些集数弹真的被使用的话 必须要知道过往曾经用的越战 现在留下来的是百年问题 如果说在乌克兰这边 真的要使用这样的一个武器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想清楚了 北约要接纳乌克兰又是一场骗局 因为如果是战后乌克兰可以加入的话 那俄罗斯怎么会让战争结束 那这个战争不是要打的没完没了吗 那不是美国人就告诉俄罗斯人说 你这个战争把它打的没完没了 打的没完没了 它就永远不会加入 那就是你们两个不断的去打 看能不能打到一兵一组 没有半个人 然后这个时候乌克兰就可以加进来了 这消化嘛 但是现在为什么乌克兰不能加进去 因为北约的国家不敢跟俄罗斯交战 那北约的国家为什么不敢跟俄罗斯交战 也就是有些国家不想跟俄罗斯打 有些国家他害怕俄罗斯 有些国家他觉得你们前面去打 我给你武器弹药 所以其实北约每一个国家的想法都不一样 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都不一样 例如说东欧的国家是希望美国来介入他们保护他们 可是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我如果真的介入那保护他们的话 那最后我跟俄罗斯一打一定是打核战 那一打核战那我美国本土那遭受到几百枚上千枚的核弹的攻击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怎么可能跟俄罗斯打仗 那既然北约没有一个国家敢跟俄罗斯打仗 那各位想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现在 那北约的盟国的第五条共约的规定是 有一个国家跟他国交战 其他的国家要团结起来对付那个国家 那不是所有的国家都 北约的国家都要跟俄罗斯交战了 所以您可以看到交战期间不可能打 不可能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结束以后 那我们就问那怎么样才能结束 那结束以后 你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俄国怎么会答应 因为俄国害怕极 因为你北约如果进来乌克兰的话 那你就离我的基辅已经进到不行了 所以对于俄国人来讲的话 那我怎么可能让你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个战争就要打得没完没了 我是觉得说你们这些 北约的这些国家 尤其美国 这样子去框乌克兰 而乌克兰的责任司机 还那么宁可被框 我觉得责任司机要为乌克兰人 负完全的责任 而且美国这样一而再 再而三的不断的骗乌克兰人 骗责任司机 我觉得北约美国 也要负完全的责任 另外我觉得他们现在 越来越糟糕的地方 是在于北约这些国家 越来越负责任 你看责任司机这次 在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 他周收他遭到的冷遇 去年的时候多热情拥抱 今年冷遇 然后每个人看到责任司机就觉得 雇人院让你的讨厌 这个讨厌鬼又来了 那对责任司机来讲 就你们利用我 利用完了就把我甩了 你们就要出卖我 他当然越讲话越来越难听 我觉得责任司机骂得很难听 是有道理的 那这些国家那个回嘴是没道理的 讲话很有趣 把动物园的几个主要的动物 都拿出来比喻了 这个灰犀牛两个大国 就像两头大犀牛 灰犀牛一样要相撞 那不能够都不为所动 因为不为所动 那一撞的话不得了 所以应该要好好的来处理 大家要避开 那这个其实就在于提醒说 中美两大国没有必要一定要相撞 是可以双方闪一下的 那这个事情也就过了 那第二个动物就出来了 黑天鹅 大家都一般传统的观念都认为 天鹅一定是白色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认为无可预期的 或者说不会发生的 但它有可能发生 那也就是说以为说 两军不会交战 但有可能会交战 那一旦打起来那还得了 大家都觉得说 那不可能发动核战 那有可能发动核战 所以这些不可预期的事 如果一旦发生的话 再加上两个大犀牛这样子 那还得了 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蓝路虎 就是中美的关系走不下去 那就中间的这些蓝路虎要搬走 其实这个就在预告 雷蒙多 即将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那你这个蓝路虎最严重的 就是雷蒙多 因为这个商务部部长 对于600多家企业实施制裁 中国大陆的 对于这个500 五六百个人的个人实施制裁 也是对中国大陆 那这个就是蓝路虎 是中美的关系走不顺 中美的经济发展不健康 就是这些蓝路虎 都把它搬走 还有像这个关税的问题都搬走 你看 没有谈到任何一个具体的事情 但是用三只动物来比喻 中美的目前的情况 我觉得一个月不到 谈了第二次 那我看到美国的主流媒体 已经开始朝乐观的方向在走 那也就是说 彼此的沟通是不是越来越顺畅了 然后沟通的这个途径也越来越多 但是他还是有一只黑天鹅 这个黑天鹅是什么呢 也就是美国即将 实际上已经展开大选了 那在过去美国的大选期间 两党一定是比较谁更恨中国 我们看这已经是几十年来 美国每一次大选的政治传统 从雷根一直到现在 我们看到了 每个人都在比赛 谁更批中国 那现在是越批越激烈了 可是批到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还要再怎么批下去 已经都快打起来了 已经都已经撞上去了 还不要再撞 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说双方愿不愿意管控危机 双方愿不愿意刹车 双方愿不愿意闭下 那就我个人是觉得 那基本上就是谁发动 就谁改变一下 那很明显的 中国大陆事实上都是应约的 所以中国大陆是被动的 那理论上讲你被动的 基本上是主动的改一下 被动的也会改一下 所以我个人认为 中国大陆一直在要求 或是要希望 美国你改变一下 中国大陆也会改变一下 那如果你美国还是不动 像这头灰犀牛 一直往前冲的话 那中国也被迫 也只能够跟你一起对撞了 那这个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 而且中美的关系 也已经不再只是 中美两国的关系 是中国大陆 是全球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 事实上也是应该要管控危机 不过雷蒙多看起来 就在这个月底 那相当有可能会到大陆去访问 但是如果雷蒙多 没有要改变中美的贸易关系 商务关系的话 那我想可能在明年的选举中 美国可能就赶不上了 因为经济商业活动是需要发酵的 那如果不赶快在这一次处理 一年半以后 美国的经济没有好转 还是回到柯林顿讲的话 笨蛋问题就在经济